金正男被暗殺政經國際 透過肢體接觸的下毒手法 也讓國安單位繃緊神經 根據周刊王的報導 特勤單位特別隨身攜帶神經解毒劑 正式要嚴防總統蔡英文跟群眾接觸時 被握手放電 總統蔡英文與群眾一一握手 在普通不過的舉動 其實周遭許多人繃緊神經 或是金智隆的殺害 白眼女刺客在金正男臉上磨幾下 就成功行刺 國安單位擔心不法人士如法炮製 趁著和總統握手持放毒 現在出勤隨時攜帶神經解毒劑 電影中情節絕不誇張 傳出毒死金正男的VX毒素 是帶有高濃度的有機靈化合物 只要接觸短時間內毒氣衰竭 目前國防部所存有的神經解毒劑 阿托平真是最好的即刻解藥 由農民製藥廠所生產的阿托平真 得按照中毒者的深淺程度來判斷用藥量 若是較為嚴重的中毒 每隔十分鐘還得補上一針 但最多不超過三針 只是絕少使用還曾經爆大量過期 甚至隨意氣勢的彼岸 某些的裝備 某些的藥品 大概都有過時的這個現象 因為你過期使用的話 就可能會產生不好的 這樣的一個反效果 蔡政府上令以來 包括年改 以利休等爭議 導致抗疫不斷 國安單位低調表示 判斷恐攻擊率不高 只是防堵極端人士動手下毒 還是廖敵從言比較好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